我們看看今天老將的名單 鄭志龍 林建平 中方界的蔡浮柴 周海榮 真真球 李雲光 雷克思 桑茂森和 劉家發 李志強 他們的平均年齡呢 已經是要達到四十歲了 而新秀的部分呢 當然才二十歲左右 所以老將和新秀之間呢 有將近二十歲的差距 雖然有十歲的差距 但是我相信這些老將來講的話 今天這場比賽 你一定可以看到他們一起的妙傳助攻 十年前的夢幻子 王兴凱 鄭安 陳林一輝 王傳健搭配月宜 這是新秀隊的先發舞 不要不放話 如果我覺得要站在老將的 我今天有點不太... 不中立 因為我覺得要站在老將那邊 如果你看不慣的話 你就站在新秀隊裡面好了 對 這表示你的年紀到了 所以現在老將和新秀的比賽呢 馬上就要展開 當然在今年的舉辦這項比賽 其實也是非常的有意義 剛才我們已經提到過 這象徵的國內藍壇的一個星火相傳 我們也希望不只是今年 在未來的一些比賽當中呢 尤其是表演賽的性質 我們都能夠看到 就是把其他的老將 不只是今天這幾位 都給請回來 而且還包括李昀翔 洪輝等我一下 我先去站站場上照個這樣吧 不過真的 想說這些的老將來講 真的為我們中華民國籃球 死上 立下一些很多的汗馬功勞 而且個人來講的話 不管他們個人數據 還是表現 絕對讓我們這些 看老將怎麼修理新秀 或者是新秀怎麼修理老將 這場老將和新秀的比賽呢 上下半場是各15分鐘 一開始是鄭志龍拿到球 交給雷克斯一個轉身 雷克斯在籃底下拿到球 結果瑞瑩利犯規了 一開始可以很明顯的 這個老將就是要 inside play 打我們的Rex 因為Rex在熱身的時候呢 頻頻灌籃 可真的 他現在先打籃下看看 把這範圍縮小之後呢 看Rex的身材 Mustle還 光終於拿到球了 不過新秀隊對他們是絲毫不滿 哇 居然 雷克斯秀一下 我在跟你講嘛 Eat side play就對了 在國際賽已經合作無數次了 從雅清到國手 又是Rex這個投保 雷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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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光在CBA時代呢 也有超天王的美誉 可惜阿龍在會給他的時候 被抄掉 林光還把球又給壓回來 郑志龍的假動作 不用跳 不用跳 你看到沒有 這個戰術一點沒辦法 這真的錯了 我一開始就說絕對是錯的 龍光接的 這是他的招牌動作 那是不是要爭照這些老狗手來打 我們40年的 40年 平均年 040年的 40歲的一個老將比賽 好不容易 靠著 這個林一輝得分 讓新秀隊開張 不過還敢說出來 你現在在這個老將的方式 在教練席上到底誰的功力比較高 一開始都是林一輝來強迫得分 老將裡面最好的 過癮的長球又被林一輝給抄掉 林一輝的地板球傳得非常不錯 一開始在新秀方面來講 完全全力來說 可能也要做一些調節 周海翁再次的出手 今天出手都偏掉了 桑巴跟周海翁合作 但是就交給維克斯 所以越接近藍光越容易得分 在目前 差點給他投進 新秀隊幾位有外仙投射的能力 現在交到外面是林中慶 坎晶三分球 不過剛剛在外仙方面 好像似乎此地上受到影響 哎呦 林建平又被後殘球 又被破壞掉了 我要接林建平 Isaia的球要稍微注意了 我們跟寶寶 劉佳發差一點抄到這一球 再給到陳順祥 老將隊在防守方面的優勢 他現在的名字已經改成老老虎了 老虎 老小老虎 張宇文在教練 李雲光面前投三分 這絕對是光哥放水 竟然沒有手上錢 相信是現役球員啊 對啊 我說他的年紀上來說 跟這些老將其實差距不大 而且阿三今天只參加三分球大賽 真的太可惜了 王岐凱這次的傳球 傳得非常的不錯 給到藍底下林中慶 凱一個妙傳毒攻 就是雷克斯 雷克斯在藍底下呢 如入無人之境 現在說Rex在這個 進來框的球員來講 當然是EasyBest 張宇文又砍三分 而且也進 連續 不知道任何的便宜 阿龍又交給雷克斯 雷克斯的灌籃呢 簡直讓大家看傻眼 而且這球來講 他會投個三分球 東方傳球又被斷掉 之後李雲光一個人回防 李雲光一個假動作沒有跑起來 但是阿光也滿聰明的 很快球就長傳前場 這三個 不過這樣來說 大家都是一個重新的回味 對 尤其我們剛才的教練 他真的是在我們籃球 籃球的籃壇上面 是有教父之稱 以前在他的旗下的時候呢 他不要罵人 他只要眼睛一瞪 我們大家就立正 不敢掃氣了 而且還有所不一定聽得懂 他在罵誰 我聽得懂 我山東人 對 你山東人 對 所以我常常 往往會做一個翻譯的動作 因為這樣 南部上來的小朋友 你是絕對聽不懂 是 李宇翔 上了 李宇翔你上場了 我講的是山東話嗎 好像不是 好像那個軍閥講的話 劉佳麟在前面拿到了快攻擊 這是林中慶的放水 感覺他沒有認真去守 因為寶寶剛剛在上半場結束的時候呢 好像只有跟蕭文傑講說 你不要去守這麼緊 你不要看到 光哥 這種 雙手傳球 真的剛好到了 不過還好現在辦這些Legend比賽 要不然再過十年 現在這些Legend任務也可能沒辦法再打 逼到大力的一點 再給光哥嘗試一次 還是沒進 東方還進去亂了一下 亂到了小六 東方哥在畫圈圈呢 畫了很多次之後 到籃底下的桑茂生 這回終於掌握住了 而且還N1 所以桑茂剛剛把上籃不進了 這是 死路啊 我現在在老將的時候 去一臉房似乎有點揍 似乎不揍效 剛剛講揍效 把樂度維持住 可是怕他現在就投完了 那待會兒就麻煩 桑茂又轉了進去 會不會轉過頭 好 這個林中青也是偉來 在節奏變得很友善 我想兩邊的教練團 可能也不需要太叫暫停 就拉到趕快過去了 第一個老將隊的三分壞線出現了 我們等了好久 我們有創造110分 11分的差距 老將隊有機會達成李云翔的一個期待 有機會了 有機會了 現在把這分數拉到只有剩下11分 阿龍的空手切入換成左手 阿龍我們如果球迷還有印象的話 他左右手 甚至左手還比右手 不過他那時候跟阿龍來講的話 真的是我們的雙塔 號稱雙塔 一個打前後一個打中鋒 在那裡 一個大火鍋 現在老將隊突然開始要防守了 跟你講 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他現在剛剛是保留體力 對 不過現在還有7分多中 現在聽起來少了一點 哇 阿龍也坎進了3分 第二個3分球了 教練 張柯秀教練走過來 該不會叫陳建舟上去 感覺上是叫陳建舟上來的感覺 可是陳建舟已經很久沒練球 陳建舟根本就是有備而來 你看他穿的球衣 根本就是老將隊的球衣 熱身一下再來做一些拼搏會比較好 3分外線 還是給鄧安成砍進 但是前面阿龍偷跑 你看阿龍他偷跑的時間恰到好處 在配合光哥的一個長傳 林光再傳給陳建舟 插板沒有投進 藍底下又被小老虎給拿回來 再轉移到雷克斯 藍底下 籃球模式 一個假動作晃起了兩個人 看到沒有 這就是技巧 在第一個動作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他投籃 可是 一騙之後呢 順勢再做一個轉身的 換成左手 把這兩個人擺進去 看阿龍第一個假動 騙起了兩個人之後呢 換左手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打個球要脫 翻掉 再傳給鄭志龍 這邊東方借德 被打了一個火鍋 但後面還有黑人陳建舟 黑人上去 帶著流行 沒錯 又是一個光哥的操結 前面有一個機會快攻 鄭志龍 突然間球又交給了 藍底下 剛才東方借德 幾乎已經是快要摔倒了 還是把球給投 老將隊進攻 比賽剩下最後一分半鐘了 70比56 他們大幅度的領先 陳建舟在藍底下 唉唷 不知道怎麼被他轉進去的 三轉四轉 還是讓這個小黑 陳建舟給擺進這兩分了 兩個人的夾擊 王建文跟王傳健 都還是 突然間背對藍筐的傳球 但小黑沒有意會過來 三分外線林中慶的出手 沒頭進 被李雲光拿到籃板 所以這幾位老將隊的球員 在下半場呢 其實他們的體能看起來還不錯 陳建舟 停時間跟順志龍的一個配合 I like you 直接傳給底線的陳建舟 埋伏之後的一支 I like you 空中接力了 直接把這球灌進去了 眼神的交匯 現在換雷克斯要再來傳給陳建舟 但是沒有辦法 不過王傳健也讓新秀隊投進了 最後這個大號的三分球 比賽還剩下0.7秒 好 時間到 最後74比61 老將和新秀這場比賽的交手呢 重點不在分數的輸贏 而在於 雙方以球會有 雖然是有20歲的年齡差距呢 但是